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简哥记,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以前我为大家分享了微信如何设置双头像,只不过那个制作出来是黑白的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如何制作彩色的双头像 这里我们需要三款应用,一个是剪辑工具,另一个是隐藏图 最后一个是手机端的PS 这三款应用大家可以在应用上层下载 也可关注视频中同名微信公众号简哥记 回复数字229即可获取 首先我们要准备大小一样的两张图片 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利用剪辑工具 这里我们打开一款剪辑工具 点击中间的这个图标 选择这里的拼图 点击这里的比例 选择1比1 我们再点击这里的形状 选择我的素材后,点击这个双影图标 然后在相册中选择一张图片 完成之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导出 选择这里的保存为高清 第二张图片制作方式和第一张是一样的 制作完之后我们打开第二款应用 隐藏图 这里我们选择显示的图片和隐藏的图片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制作的那两张图片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go 这里有生成黑白和彩色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进行选择 处理完成之后它就自动保存到手机了 最后我们打开手机的PS 这个由于我手机的配置有点低 所以有些文字不能显示 但是方式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点击第一个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打开这个B字母开头的文件夹 选择刚才制作好的图片 点击添加 再点击手机右上角倒数第二个图标 选择这里的变换 再将这张图片调到50%后拖到中间 制作完成之后点击手机右下角的对勾 再点击左上角完成 选择保存 最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分享 选择保存到相册 选择这张图片之后 将图片的格式切换到PNG格式就可以了 我们在微信换头像时要把图片放大 放大到图片完全在这个边框内就可以了 不过这款应用只有安卓手机才能使用 苹果手机只能借用安卓手机来设置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